现在是晚上时间的九点多了 刚刚洗漱完 然后去厕所打了一点水 准备就擦一下绳子 这边的雾比较厉害 我刚刚就是车子放在外面 一下子全部都是湿了 我以为怎么了呢 全湿了 可能会在这个地方待一天洗一下衣服什么的 这个厕所我刚去看了一下没有插头 所以充不了电 也没事 反正我电完全足够 现在是晚上时间的十点多了 这个雾不得了哦 这个灯本来是很亮的 你看全是那个雾哦 可能啊今天是最后一天起雾了 明天降温之后它就又好了 好了 我也该进帐篷休息了 刚刚在这边剪了一会儿视频哦 到帐篷里面剪吧 雾太大了 我这个房子它上面是铁制的哦 好像不是特别安全 早上三点多的时候就开始打雷下雨了 现在四点多了还在下 两点多的时候刮了很大很大的风哦 刚刚一个特别大的响雷啊打在附近哦 把我魂都下掉了 困意全无啊 雨越下越大了 哎呀还刮风了你看 这个上面铁堤房不够大呀 铁堤这里的地方不够大 你看 大家好我是老叶 早上的八点多了 迷迷糊糊的又陆续的睡了几个小时 这边不断的来人了 就是躲到上面去看风景 这边太阳确实挺晒的 然后我把这个打开之后很凉快很凉快 外面就像空调房一样 还下的一点的雨哦 就是时不时都会下雨 你看现在还在下 一点点还在下 淋到那个帐篷上面 拍的太阳哦 再密一会再密一会 不着急 他们早上好像是六点多的时候 工作人员来这边又来割草了 好像是在公园里面割草吧 呜呜呜呜的 今天啊 我打算就在这个地方 修整一天吧 等一下我再起来 先把装备收一下吧 到县城里面去逛一下 然后晚一点的时候 再到这个地方来露营 或者是再到一个其他地方 又或者呢 在县城里面找一个更好的 晚上啊 这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安静 但是还是没睡好 下雨刮风 雨停了 这个湿了 现在又干了 地还没干啊 因为才刚刚下的 太阳你看 今天的太阳果然被我说中了 还是比较猛烈的 这个早上看的时候是湿的 就是被雨淋路完全湿了 一会儿功夫就干了 帐篷本来也是湿的 现在也差不多都干了 收拾一下吧 然后等一下到厕所那边去 把那个衣服给洗一下 再去县城里面吧 买点菜 然后回来自己再做吧 再找一下吧 或者是去那个地方看一下 这个地方 他们基本上 每个人到这里来玩的时候 都要去那个上面 看一下 因为这里是比较高的一个地方 能俯视可能是整个县城吧 晒得有点顶不住了 就算是我想在这个地方露营 也必须要换一个地方 或者是晚上才能来啊 我也要换一个地方 走吧 装备收拾好了 放在那个亭子下面啊 现在先去厕所 把衣服给洗一下啊 昨天啊也是简单的 就打了一点水擦了一下身子 然后后半夜的时候发现鼻子堵了 可能有点感冒 就是气透不出来了 早上又睡了几个小时之后又好了 因为那个水啊 它肯定是地下水抽上来的 非常的冰凉啊 但是擦的还挺舒服的 因为昨天确实比较热 垃圾扔一下 哇这个水冰的受不了 凉了 太凉了 就像冰块了一样 就这样 总放总放 有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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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边的水啊 真的不夸张啊 就是冬天在冰的那个河里面啊 洗手一样 就一会儿功夫啊 你就动着手 就没什么知觉了 就是这样 非常的冰凉啊 那肯定是地下抽上来的那个水啊 洗好衣服了 现在去县城吧 大概是两三公里的样子 翱翱翔的老鹰啊 翱翔的老鹰啊 塔河康养运动城 今天最高的温度 天气预报显示是31度 目前已经非常的热了 我把素干衣洗了晚一点吧 把素干衣换上干了之后 再把身上的这件卫衣给洗掉了 也好久没洗了 没事 反正今天有的是时间 我明天好像是从前面那个桥上面 上去啊 出现成 有点陡啊 看着 高架桥啊 这边还是有火车通过的 这边啊 好多这种快餐啊 你看 最实惠了 还有手感面什么的 12块钱 这会比较便宜 你看这里也是 这里全是 你看对面也是 都是写的盒饭 他们这边的这种盒饭啊 有点像 类似于 湖南的这种 大碗饭啊 很接近 品种很多 有一些品种很少啊 就是 十几块钱你可以管够 不够的话 你再去加 就这样 非常好啊 如果你是打包的 那就没办法加了 这个来一个 就是 这个 还有这个 这个是什么 那个是什么 还有豆腐多来一点 嗯 43% 可以了 吃个盒饭的功夫 充了百分之十几吧 挺好了 已经 这个车子有意思 那天我得做啥子 太晚了 载客的应该是 有点想起我们宁海的老县城哦 之前也是这样的 这种大楼非常像啊 九几年的时候吧 那个时候不是在上学吗 我记得清清楚楚啊 就是以前上学的时候去县城玩 然后吃那种炒面干啊 我们宁海人呢 他是比较喜欢吃那种炒面干啊 那个时候 有的地方 他卖两块钱一份 有的地方呢 他卖三块钱一份 就是一个炒面 后来呢 就是随着时代在进步吧 就是慢慢的慢慢的就涨价了 后来呢 就涨到 4块钱 5块钱 6块钱 再后来呢 就涨到了 8块钱 10块钱 现在呢 差不多吧 10块钱是一个标准的 当然现在也有一些地方 他是有8块钱的 或者是10块钱 反正在我们宁海那边 基本上一个标准的就是12块钱 加一点肉丝 加一点蛋 可能就15块钱了 刚刚咨询了饭店的老板 说这家超市 他们县城里面算稍微大一点的吧 就找了一家 有好几家大的 什么大人发都有 随便买一点吧 不用说了 到处是监控 6块钱一个鱼蛋 我去里面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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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的西瓜 今天准备吃牛肉 去看看有没有牛肉卖 应该有吧 他这种西瓜是1块钱一斤哦 这么半个大西瓜 9斤多吧 9块多 少买一点啊 这个超市是普通的超市 我以为是很大的超市 红椒都没有 我得买个红椒 这里应该是他们县城的中心了 正在修路哦 应该是到年底吧 或者是几个月之后 这边的路就修好了 那到时候这边就会更加的好了 哎 那边也有购物广场 想买个红椒有点难 问了好几家都没有 唯一的一家有的 他粘掉了 哎 这有个蜜血蜜腾 哎 来杯咖啡 你好 你好 怎么这么巧呢 你好 来点牛肉 怎么吃的牛肉 青椒牛肉 青椒炒牛肉 李鸡有吗 李鸡有吗 李鸡啊 对对对对 我这一斤就好了 多少钱钱 李鸡42 四十二一斤是吗 李鸡贵一点是吧 对 我看看有没有 哦 没有其他的也可以 冻着你 哦 冻着就冻着吧 冻着不行 冻着 冻着能吃吗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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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正要下午再吃 好 我这个吃完 四十二老板是不是有点贵了 便宜点吗 我看看叫李鸡吗 对对对 没那么贵 我们那边牛羊肉 也才三十多块钱现在 这家那边 我看有没有还有没有 哦没有其他的吧 我吃过科尔基 三三三个点 好嘞好嘞 没到一斤 好嘞 那最好嘞 上那边不得 这不得有点上这 哎呦 炒吧 这老好吃的 哎 这好像都不用洗哦 不用它是太酸的 就直接 就直接 就炒吧 就OK了 你要不是搞点青椒圆充啥的吗 搞了搞了买了 嗯 对对对 好嘞好嘞 再见啊 哎 哎呀 吃麵糊 上面有面糊 吃麵糊 几个月了 四个多月 找个地方 我去找个公园露营 那边有公园 那边是吧 对 好我去看看 哦 我知道了 我把这边的牛肉当成 是内蒙古的牛肉 这边不是内蒙古 我以为我在内蒙古 我忘了 这边是黑龙江 内蒙古那边的才便宜 就是二十多块钱 或者是三十多一点点 这边居然要四十块钱一斤 买了三十三块钱 现在就回那个公园去了 三公里爬坡也得去爬呀 没办法 啊这也有牛羊肉 你看 科尔庆大草原的羊肉 牛肉 正好这个牛肉到我吃的时候 应该画的也差不多了 带冰的 这牛肉一看就是好牛肉 颜色很对 我好像好久没有吃这种甜的东西了 这个多少钱一倍啊 好像总共也就十六块钱还多少钱 已经化掉了 嗯 味道可以 到了到了 今天的风好像是有点大 应该是降温的有缘故吧 它才会刮风 明天的话温度会更低吧 我先去那个房子那边看一下 昨天没去看过 车子先放在这儿啊 去那边看一下 我是让它多加了一点冰啊 不来已经化掉了 也剩下一点点冰了 我感觉我今天晚上肯定会在这个地方录影的 因为目前这个地方是最好的 我感觉三福天也不过如此啊 我记得我刚出门的时候 这个皮带还是刚刚好的 现在起了四个月四个多月吧 从浙江到黑龙江 然后这个皮带你看 现在还得要把那个带扣 带扣啊给剪一下 不然的话全部都都拖到下面去了 有点不协调了 有点不协调了 啊这个地方可能可以 看看 现在太阳是挺猛的 过一会儿几个小时吧 我就在这里可以录影啊 不确定 不确定 这个地方如果是有人的话呢 那肯定也住不了的 哦没事 这地方没事 锁了 在这录影问题不大 这个就是以前就是 嗯雪橇选的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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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车子一样 你看在雪地里面 那个车子你看 雪橇车很古老的一种吧 我觉得在这录影挺好 还能挡风 就是不能挡雨 晚一点吧 反正现在也不着急 先去那个地方 乘量一下 然后再去其他地方看一下 我会给你 你这个地方是在哪里 我会给你 是在哪里 我会给你 试快看 你让我来烧 你让我来 你现在已经是在哪里 你拿到哪里 你拿到哪里 本来啊,我是想在这个地方坐着一会儿,这个风丝毫是没有停,很大很大这个风,所以在这里坐着不大适合啊,我再到那边去看一下 然后实在不行的话呢,我就到那个,那边是没有人的,就是太靠近路边了,主要是它那个防灶,现在太阳呢是从这边下去的,应该从这边下去了,然后大概再过个一个小时左右,那边就可以露营了,就太阳晒不到就可以了,看一下吧,我先去那边看一下,车子先放在这边啊,这个地方它就时不时的会有游客,你看,那边过来,都是到这几个 打卡合影之类的 那个地方我觉得会很好,当然还是风很大,风是从那边吹过来的 正好你看,这个地方可以撑凉 刚刚去厕所又打了五升的水啊,就是冰箱里面出来一样,非常的冰爽啊,这个时候正需要这个冰爽了 不过你手在水里面啊,稍微的多浸泡一会儿啊,就会冻的没有直觉了,不夸张哦 太阳呢,正好就是已经晒不到那个地方了,我自行车已经推过去了,把帐篷搭起来先沾个坑 这个地方经常会有自驾的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人来这边露宿 把车子推上去,好多东西已经卸掉了,哎呀,哎呀,到这个上面去 放心一点,其实也可以放在下面,不太放心 这里没监控,哎呀,哎呀,哎呀,就这样吧,看看帐篷搭在这个地方,觉得非常好 睡袋呢,晾一下就好了,不需要太晒,然后衣服呢放在这晾干,一会儿做完饭的话可能就干了 然后在这个地方做饭,用门火灶,今天炒个牛肉,青椒牛肉盖焦饭 牛肉已经腌制好了,然后再让它多腌制一会儿 这边开始切那个配菜,都要把它切起来 姜蒜,给它泡香 加入洋葱 再加入胡萝卜 再加入胡萝卜 开大火力 现在呢,是晚上时间到七点半了,这个天啊,要是晚上时间到七点半了 要到九点钟才能完全黑啊,刚刚有位就是叫大人的一个朋友啊,他说是说之前说是十分钟左右就到这个地方 然后我是很确定的,然后我是很确定的问了他,我说你确定是不是要来这里,然后我还就特意的煮煮了那个饭给他,然后炒了个青椒牛肉盖焦饭,然后这个是给他留的 然后后来,然后后来又说一个小时到,然后一个小时呢,现在已经过去可能快两个小时了,到现在他还没来,应该是就是故意就是逗我玩的 我觉得这不好玩,一点都不好玩啊,我很讨厌不讲信用的人,所以呢,就是以后呢,可能就是这个朋友你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世界面前了,你放了我鸽子了 可能可能你以后就是也就是看不到我视频或怎么的,你看我都特意问了你,我说你来确确定来的啊,我我就是还煮了那么多饭和那个多加了一点配料菜里面,两个人完全是够吃的,然后你我觉得这这玩笑真一点都不好笑,真不好笑,这个朋友 那我呢,我呢,也刚刚就是把那些锅儿瓢瓢全部都收好了,就准备进帐篷休息了,今天呢,在这边休息一天,然后明天呢就出发了,可能啊,再过个几天就到内蒙古街了,就这样吧,好了,现在时候也不早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再见 这边的灯又亮了,非常的漂亮 打了点水,准备就洗漱一下,再把衣服洗一下,就休息了